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多文档界面 教训目的,认识什么是多文档界面 第二部分,我们要掌握多文档界面的程序设计过程 并知道这个设计过程中相关的属性、事件及方法 下面,我们来讲新课 我们所使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 它的应用程序分为三种 第一种,像我们这个计算器一样的窗口 我们呢,叫这种窗口为对话框应用程序 第二种,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记事本 那么这个记事本呢,就是我们常讲到的单文档界面应用程序 注意它的简写形式,以及它的英文字母 第三种,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三种啊 有一个组的窗口 在这个组窗口里面呢,包含两个子窗口 那么像这种应用程序呢 我们叫做多文档的应用程序 注意它的英文字母,以及简写形式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MDR 也就是说多文档界面 关于仓体 form内的这些属性 试检以及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呢 当它设置为去死 这个程序呢 为多文档界面 也就是说当这个form窗口 设为去死 它的这个属性设为去死 为多文档界面 我们原来在说 在设这个主文 啊,主窗口的时候 它的这个指呢 为force 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设置啊 要将它设置为去 第二步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属性 也就是设置 哪一个窗口 啊,为活动的窗口 也就是说 当前活动的子窗口 啊,是那一个 第三个 大家从英文字幕里 都可以感觉到 啊,MIDI CHODREN 也就是说 由子窗口 走成的集合 那么有很多个窗口 啊,走 组成这个集合 在一个 主窗口中 啊,有很多子窗口 然后组成这个集合 下面呢 这个呢 是窗口的排列方式 原来呢 我们学过 子窗口的排列 啊,那个图标的排列 啊,图标的排列 我们还记得到 啊,一些是 平铺 大图标 小图标 列标 啊,这几种排列方式 那么 子窗口的排列方式 是怎么样的 哎,在 以后的课程中 我们会讲到 啊,当然在这里 我提一下 子窗口呢 啊,由水平 啊,水平平铺啊 啊,重叠啊 以及呢,垂直 这些排列的方式 这些排列的方式 再看一个 最后一个事件 那么事件是 子窗口关闭 或激活时产生 啊,关闭和激活时产生 这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子窗口的常见属性 一个呢,是 泰克斯属性 哎,这个很简单 第二个呢 四伏为子窗口 第三个 也就是他的子窗口的 这个主窗口是谁啊 那么 也就是说 把子窗口 绑定在主窗口上 讲了这些啊 大家可能 还是不 不是理解 不是很理解 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做一做 现在 我们打开 以前我们做过的程序 点击主窗体 的这个标题呢 啊,点击一下 那么此时呢 我们选中的是 这个主窗体 我们找到他的属性 Is medium 和tona 这里我们看一下 它为foss 下面说明 确定该窗体 是否为media容器 那么我们此刻呢 改为去 这个是 就说明 这个主窗体呢 可以 在里面 装子窗体 第二步 我们将这个 rich text box 点选中 然后啊 按dl键 键盘上有一个 dl键 也就是删除键 将其删除 嗯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 rich text box 已经 不见了 那么呢 下面呢 嗯 我们需要为这个 进行这个 子窗体的添加 那么我们如果来添加 子窗体 好 我们来添加 子窗体 首先在项目中 点击 然后添加 windows 窗体 我们将这个 windows 窗体啊 的这个 名字 改一下 我们改成 看一下 改成啊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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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点击确定啊 点击添加 此时 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中 我们已经拖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添加了一个 chart form 这个子窗体 这个时候的设计界面呢 也是chart form 啊 这个子窗体的设计界面 那么这个子窗 窗体添加好以后啊 我们同样 啊 点击工具栏 找到 rich text box 这个复文符框 将其拖动到 啊 这个子窗体中来 然后 把这个复文符框的 啊 这个属性 改一下 大个属性 选择这个中间 啊 这个内容 将它覆盖满 这个子窗体 现在 我们 为这个子窗体的 这个rich text box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啊 改成 把这个E去掉 方便一些 那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啊 这个子窗体做好了以后呢 啊 很简单 就这样做好了 那么我们呢 现在要看一下 主藏体啊 来进行代码 的设计 我们选中主藏体这个标签啊 设计项目 那么我们呢 啊 要将有关的代码 进行更改 首先我们点击文件 然后 在这个打开 这个位置啊 双击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啊 最好是能够将这个啊 form的这个构造函数改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orm的构造函数 在哪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public form1啊 这个是这个主窗体的 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在构造函数呢 也就是说 当这个窗体运行的时候啊 它也跟着运行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 我们添加一些代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添加的代码 这是我刚才 添加好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构造函数中 我们 这个chartform 也就是我刚才 建立的这个子双体 啊 这个子双体 声明了一个对象 blank啊 windows 那么这个对象的 midiparent啊 parent midiparent啊 那么它的 副窗体是哪一个呢 哎 this 注意这个this 一般情况下 代表的是什么 是主窗体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啊 form1 这个主窗体 然后呢 它的这个子窗体的 text属性 也就是子窗体的那个标题栏的名字 我们设立为啊 位命名 然后呢 我们显示 这个子窗体 也就是说 在这个程序 刚刚运行的时候啊 我们就在这个主窗体中啊 显示这个子窗体 注意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midiparent 也就是说 这个子窗体的副窗体 也就是主窗体啊 就是这个form1 也就是这个this 也就是在这个啊 也就是这个构造 这个this呢 其实呢 代表的是这个form1啊 类 代表的是form1类 也是代表这个类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新建啊 你的新建这个位置呢 这里呢 我们基本上啊 都没用了 我们要将这些内容啊 去掉 那么我们将这个 Reach Text Box Clean呢 去掉 因为我们新建呢 就新建一个新的啊 窗口 新的子窗口 那么我们这里看一下啊 我们新 怎样新建呢 其实这个新建的方法呢 跟这个主窗体的 这个方法的啊 这个构造函数类的 这些程序代码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将上面的 这一部分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复制过在下面 也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新建的内容呢 我们就做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打开啊 打开原来我们做了一些啊 是原来的这个程序 这里呢 我们要将这些程序来进行啊 修改 那么打开以后呢 也就是显示这个啊 这个对话框这一部分不要改了 那么下面呢 还要创建一个子窗口 那么这个子窗口呢 我们要啊 这个命名 我们不要写 因为我们要通过下面的这一段程序 进行命名 那么我们只要啊 复制 首先把这两段啊 复制过来 复制在上面 哎 再将 最后 最后一个复制过来 先复制好 然后我们再为这个进行命名啊 将这个进行命名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这个属性啊 啊 这里有一条红线 那么 证明这里是错误的 Reach text box呢 是我们原来在主 窗口中的啊 这个Reach text box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 紫窗口中的这个Reach text box 啊 那么该怎么 来表示这个紫窗口中的 Reach text box呢 首先呢 我们要 要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一下 嗯 输入一个 我将这个地方删除算了 首先啊 打两个括号 比较多 这个是什么啊 我刚才命名的这个紫窗口啊 然后在这个紫窗口这个地方 再输入一个 这是一个 紫窗体啊 紫窗体 活动的紫窗体 注意这个属性啊 活动的紫窗体 然后活动的紫窗体 哎 在这个位置 我们加一个点啊 写一个点 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有错误啊 好 我们发现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错误列表 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红线 啊 按卡确 哎 加W的键 我们打开这个错误列表 这个错误列表 我们发现 第一个错误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看到这个错误 Reach text box 哎 这个 啊 Not part 1 Chart farm 这个Reach text box 不可访问 因为它受保护级别的限制 我们知道 此刻我们的这个程序呢 是在这个主窗体的代码中 来实现这个Reach text box 是不是 那么这个Reach text box呢 它其实是我们画在了这个什么 纸窗体中 那么主窗体中 设计这个Reach text box 我们该如何办呢 哎 因为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书访问这个级别的 啊 保护的限制 我们知道 访问级别有几种啊 一种是public 啊 公用的 也就是enterline 内部公用的 啊 还有一种是 啊 一般的 啊 啊 就是在内 在继承链中啊 protect啊 啊 这些 所以继承链中啊 公用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 private啊 private 就是私有的 又 当然这里呢 就关于这个级别啊 受保护的级别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Reach text box 可能它是一个私有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这个Reach text box 它的相关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里面 哎 这里有一个啊 chand farm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定义 Reach text box啊 这个 仓口的这个cis 也就是chand farm啊 discarm disclar啊 点cs 这个位置 我们双击看一下 它是如何定义这个Reach text box 哎 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已经定义好了 private system啊 点windows from Reach text box 啊 Reach text box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啊 看到的是一个 private 属于私有的啊 那么我们将这个私有的改下 改为公用的 也就可以了 改成public 哎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做的这个 哎 这个form1.cs啊 哎 此时我们发现 哎 这一句话啊 已经正确了 那么我们啊 来看一下 首先是 this点啊 active midichard啊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在主仓体中啊 活动的子仓体啊 也就是当前活动的子仓体 那么我们将这个活动的子仓体呢 哎 为了安全期间 我们要将它强制转化为 chard form 也就是强制转化为这个 子仓口啊 子仓体 要进行转化啊 然后 经过转化以后 它等于啊 也就等于我们 刚才所 看的的这一个窗口啊 进行 窗体的啊 看的了这一个子仓口 将它转化为这个子仓口 转化完以后啊 然后呢 我们在后面啊 进行 它的这个 reached text box .load load form 也就是将 这个对话框中的 这个文件啊 及路径啊 进行载入到 这个reached text box中去 是这个意思 哎 再关于这个呢 我们做好以后 我们把下面这两部分啊 进行剪切 进行剪切 然后呢 我们这eve啊 将其啊 复制到下面来 然后呢 把这个啊 把这个啊 改一下 这个 this text box 改成啊 word part 算了啊 改成word part 这个是主 仓口的啊 this text box 也就是主仓口的 啊 这个标题呢 那么 纸仓口的标题呢 啊 应该如果显示呢 呃 纸仓口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blank windows 啊 blank window 那么我们直接 blank window 点 text 等于啊 方 点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这个打开 关于 新建和打开来 在这个程序 设计过程中啊 具有 普遍的意义 那么这里我们还 可以看到啊 这里还有很多 rich text box啊 出现这些红线 下面的这些 都有红线 那么此时 我们要运行程序呢 是不能够运行的 因为这些 还有错误 那么怎么办呢 呃 其实下面的这些呢 可以啊 将这些rich text box 啊 进行 批量的修改 那么我们只要将这个 rich text box啊 改成 改成啊 这样的形式 也就可以了 注意将rich text box 改成啊 下面的这些带 红线的 这些改成 rich text box 改成 这种形式 也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修改啊 我们首先复制 将这种复制下来 我们在这个菜单栏啊 看一下 找到这个 查找和替换啊 那么点击这个快速查找 哎 我们看一下啊 将上面要查找的内容 我们改为 哎 rich text box 也就是这个 那么 那么查找的啊 就是快速啊 快速查找 那么我们查找一个 这里有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快速替换啊 那么替换为 我们注意这个地方 哎 替换为 我刚才所复制的那一段内容啊 challender啊 from this theoctiv-media-challender 啊 点rich text box 那么点击呢 哎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啊 已经查找到了一个 那么我们点击替换 哎 然后我们查到了下一个 又点击替换 哎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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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换啊 替换 替换替换替换 替换替换 替换 替换替换替换替 替换替换替替换替替换 替换替替替换 替换替换 这个程序比较多啊 我们将其替换完 当然我这里没有啊 仔细看了 好 那么可以关闭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程序啊 都没有出错了 按照这个例子 我们好像已经把这个程序做好了 没出现错过了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可以运行程序了 我们点击这个启动和调试 这个三角符号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程序运行的结构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程序中多了一个纸仓体 那么我们还可以新建一个纸仓体 多了两个纸仓体 再可以新建一个纸仓体 多了三个 打开 这场可以在活动的地方打开 祝马厅 四个 好 关于这个程序呢 我相信大家啊 已经能够理解了 如果啊 当然这个程序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 可能啊 运行这个程序会有很多错误出现 希望同学们呢 呃 将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呢 通过查看MSDN啊 也就是网上的一些信息 以及啊 有些啊高手到网上去请教啊 相关的高手将这个程序呢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那么今天的课程啊 在这里呢 我又啊 说再见了啊 希望同学们 正正的学习 至少不继继继继继继继